对手中段 营九和丁美希 不仅仅是在间谍战中棋逢对手 在婚姻上也是旗鼓相当 两人都因工作而离婚 丢掉了自己的幸福 失去了自己的家人 而李唐被迫离婚后 又一位工作被迫在结婚 这场没有硝烟的间谍战 似乎演变成了婚姻戏 为了所谓的工作 大家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未来 那么谁能笑到最后呢 谁会一无所有呢 段营九的工作强度注定了 她的婚姻需要强大的包容心 然而这种牺牲小我 成全大家的精神 段营九的丈夫曾试着去践行 但她也是普通人 也需要妻子的陪伴和完整的家庭 最终还是坚持不下去了 结婚当天 直到所有的宾客散去 作为新娘的段营九才匆匆出现 那时的她刚刚执行完任务归来 也许是新婚燕耳吧 几杯酒下肚 丈夫原谅了她 这种紧急的任务总不能经常出现吧 事实是 夜不归宿是段营九的常态 工作的强度不仅让她没有时间去治疗糖尿病 还让她的丈夫长期独守空房 就连自己的儿子也很少过问 工作就是段营九的全部 尤其是当上了专案组组长以后 单位就是家 同事就是家人 最终 丈夫搬走了 过了很久 过了很久段营九回家才发现家里空空如也 如此的漠不关心 两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段营九也终于同意离婚 这是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 相信段营九的工作强度很大 但肯定还是可以忙里偷闲 兼顾一下家庭的 所以这并不是工作的问题 而是段营九自身的问题 不仅段营九离婚了 丁美希也离婚了 这次是货真价实的 丁美希和李唐为了掩饰身份 确实多次上演假离婚的闹剧 但那都是做做样子而已 而这次 丁美希和李唐必须离婚 因为丁美希要和火传鲁结婚了 火传鲁能够帮丁美希搞到一份重要文件 恰巧火传鲁又对丁美希十分痴迷 所以为了任务 丁美希必须和火传鲁结婚 为人师表却要大张旗鼓地改嫁 丁美希的名声一下子就臭名远扬了 这对他来说并不算坏事 因为作为一个间谍 如果因为某些事闹得满城风雨 人尽皆知 那么他离暴露就不远了 所以丁美希在拿到文件以后必须撤离 他多年的间谍生涯告一段落了 林玉的计划是 让丁美希和火传鲁以渡蜜月的名义到澳门中转 然后伺机撤离 那么丁美希真的能够顺利撤离吗 他就这样逃脱法律的制裁吗 猜测肯定会被断影九十破 丁美希恐怕难逃法网 离婚 错在丁美希 李唐是无辜的 所以 上面要求李唐继续潜伏下来 为了贴近生活 上级决定给李唐重新派发一个妻子 在结婚组建新家庭 李唐就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 其实 潜伏的这些年 丁美希和李唐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李小满就是最好的佐证 对于上级的这种做法 两人是极力反感的 丁美希想和李唐一起撤离 前有阻敌后有追兵 李唐会如何做呢 以李唐的个性 他肯定会留下来 确保丁美希带着李小满安全的撤离 可是他已经暴露了 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 无论是国安还是林玉都不会放过他的 横竖都是死 妖姬死前给李唐留下了几句话 李唐一直没有琢磨透 猜测肯定是关于经费和间谍组织网络的 李唐估计很快就能破解其中秘密 主动交给国安 同时曝光林玉 随着李唐的自首 间谍组织将被一网打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杭梦 guided 師父 你